精明的太太还能从闲谈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今日来拜访的梅汉林夫人便有心结好大太太 只不过大太太没看上她罢了 太夫人命文丽再起了几件大厂首饰 平均分给两房的孙女 等到文丽走后 太夫人擒着笑问道 满意啦 丁柔笑道 是祖母疼爱姐妹们 他们一定能感到祖母的慈心 你要 太夫人戳了戳丁柔的额头 扁住脸上的笑意 向后靠了靠 手臂打在丁柔肩头 你且记得 女子该软该媚的 不能强撑着 多少金国英雄 不懂此道 给了柔弱美人 可趁着急 远的不说 太祖皇后 为了太祖皇帝 能顺利地逃过 朱元璇 射下的陷阱 秦子带人 引开追兵 受了重伤 在乡间冒充农赋 养病了一年有余 只等到太祖皇帝 一美人立为皇贵妃 宠爱女王 太祖皇后 独守中宫 多番的辛劳啊 比不上皇贵妃的 几滴眼泪 满含情义的一批 丁柔第一次 听太夫人说起 太祖帝后的往事 听得极为认真 妻子 跟着她受苦受难 造反争夺天下时 随时都会丧命 等到功成名就了 就宠爱皇贵妃 以为被封为皇后的妻子 并不会难受委屈吗 凭什么熬过困难危险后 该享福了 就得独守空房 看着丈夫 宠爱别的女人 丁柔为太夫人 按摩肩膀 后来呢 你很想知道啊 太夫人 没少微调 丁柔不欲隐瞒 孙女敬仰太祖皇后 皇贵妃 恃宠而骄 给女王 求得最大 最富数的封地 太祖皇后忍了 随后 因一言不合 皇贵妃 同当时的太子妃争吵 太子妃当时身怀六甲 被太祖皇帝罚贵 最终小铲 生生滑落了南太阳 伤了身子 太医断定 再难有孕 太子妃是为了太子 因此啊 当今皇后 虽然无子 但后位本物 皇上虽然后宫贫妃很多 但无一人能威胁皇后之位 太祖皇后忍了 没有 太夫人打开炕上的柜子 从里面取出一个木盒子 正宗地交给丁柔 里面放着残卷手闸 有些记载了当年的密文 太祖皇后去世前 焚毁手记 并将许多记载 她和太祖皇帝的书籍烧毁 是人再难得知当初的事 只记得太祖帝后 因壮天婚结缘 岂不知最后 太祖皇帝是被 不说了 男人都一个样子 丁柔捧着木盒子 我会好好保存 太夫人按住丁柔的手 太祖皇后说过 女人不为难女人 太祖皇帝 忘了以前的海誓山盟 没有皇贵妃 也会有别人 你可认同这句话呀 丁柔点头 嗯 大汉泰国皇后 吕皇后 对付妻夫人太狠了些 最可恼可恨的是 杭高祖 太夫人叹道 唉 当时那场血雨腥风的 隐亡之乱 惊称薰贵 折损大半 有人谩骂太祖皇后 天下第一毒妇 我记得 他只是轻笑 说出 顺畅秘亡 一句简单的 都杀了的一旨 仇中官员 人人自慰 太师口 弥漫的血气 一跃未散 没当初的 新阳王妃助阵 太祖皇后 也很难做到 盒子里装的是残本 是老爷不认太祖皇后 手扎被毁 偷偷留下的 我看了大半辈子 有些话始终猜不透 今日将手扎给了你 太夫人摸了摸丁柔的脸颊 新阳王太妃 是唯一知道当年事儿的人 她是太祖皇后的住室弟子 也有人说 她为太祖皇后之女 王后 你万一有机会 遇见新阳王太妃 不可当她的面 提起太祖皇后 知道吗 僧女儿 没什么机会 遇见新阳王太妃的 丁柔抱紧了盒子 目光仿佛能穿透时空 看见高坐在凤座上的 太祖皇后 轻描淡写 诛杀尽不服从之人 在她身边站着的 应该是新阳王太妃 同样巾帼不让须眉的 杰出女子 以丁柔如今的身份 很难见到新阳王太妃 往后的事儿 谁说得准啊 兰陵侯府太夫人 去了新阳王府 听说 见到了新阳王太妃 半月前 新阳王太妃入宫 面见万岁后 新阳王太妃不再身居简出 面经礼佛 有时会出门赴约 没准哪一日 你能见太妃 树欲静而风不止 诛皇子处位相争 为新阳王太妃外出赴约 而越发的激烈 是因丁明给蓝陵侯太夫人写的经文吗 那篇疑似金大侠九阴真经的经文 到底有何用处 丁柔可不信 武侠小说里描写的武功会现世 那篇经文一定是太祖地后留下的 是恶作剧吗 丁柔有些想不明白 心不在焉地陪着太夫人说了几句话 伺候她安寝后 丁柔迫不及待地碰着盒子离去 在丁柔走后 太夫人睁开眼睛 轻轻叹息一声 将太祖皇后手扎给丁柔 不是一时兴起 她便官几个孙女 只有丁柔合适 被子向上拉了一下 太夫人重新合眼 丁柔应该从里面学到点什么 可惜了述出的身份 决定丁柔的命运 如果是嫡出 或者记在大儿媳名下 丁柔将来怕是 太夫人睡熟 而丁柔房中的蜡烛亮了一夜 丁柔屋子里的烛光亮了一夜 清晨时 兰心雅菊进来时 丁柔后背靠着椅子 手中拿着明显被火烧过的残卷 仔细辨认上面的自己 一夜功夫 丁柔的毛子 缠绕了血丝 脸色 也有些发白 套着熬夜后的圈袋 雅菊和蓝芯都是大丫头 雅菊以前还伺候过柳姨娘 又是大太太赏给丁柔的 地位比从扫地丫头直接提拔起来的蓝芯要高的许多 可蓝芯不离不弃地跟着丁柔 论起亲疏远近 雅菊赶不上蓝芯 丁柔对蓝芯是亲近 地雅菊始终带着一丝的戒备 他如果想得到丁柔的信任 还得看往后的表现 雅菊很直分寸 从不同蓝芯相争 或者过分地亲近丁柔 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事 丁柔不由得对雅菊高看一眼 摘掉灯罩 掐灭将要燃尽的红烛 雅菊劝道 六小姐仔细身子呀 文心纯善 本不是嚣张的人 感念丁柔对她的善意 心里装的都是六小姐 图雅菊相处得也不错 互相轻让知晓分寸 手携勾心斗角的算计 根本吵不起来 丁柔教导她认识几个字 也被丁柔私下里调笑过了 她知道丁柔步步走得不容易 更不会让丁柔为小事烦心 六小姐 您再熬夜 奴婢说不得告诉柳姨娘去 丁柔抬毛 看着面前揭起了蓝芯 拍了拍脸颊 准备凉水 我轻轻轻轻轻再说 奴婢不是说笑的 蓝芯了解丁柔 昨日熬夜 今日没看完残卷 她还会熬着 况且丁柔要强 不愿让身边人感觉虚弱倦怠 会表现得很精神 她今日得陪着太夫人 一旦有空的话 丁柔首先想到的 是继续看残卷 不会想着歇着 伍利姐姐说了 明日您得陪着太夫人出门 让奴婢准备穿戴 您精神不济 太夫人也会担心 因您耽搁了行程 可怎么好 好了 蓝芯 我记得了 丁柔将残卷收好 随手拿起毛笔 在蓝芯的鼻尖点了点 就你话多 不许同姨娘说起 蓝芯不顾鼻尖 有了黑墨点 六小姐 不仅得记下 还得答应弄婢 否则 奴婢就找柳姨娘来了 雅吉让小丫头捧着铜盆 伺候丁柔梳洗 见蓝芯的娇憨之态 眼底划过一丝羡慕 不仅是因蓝芯长得好 更因为丁柔对蓝芯的亲密信任 丁柔点头后 蓝芯灿烂的一笑 雅吉彻底震住了 他以前知道蓝芯长得好 今日才发觉蓝芯的美貌 在府里 蓝芯偷描起 用精水洗脸的丁柔 他将如此美艳丫头 毫无防备地留在身边 雅吉 你来给我梳头 是 丁柔坐在南木的梳妆台前 鸭蛋形状的镜子印着他和雅吉 从雅吉眉间 可看出他的疑惑 丁柔又看了看整理备注的蓝芯 轻声道 容貌是父母给的 蓝芯是个有志气的 我曾经答应过他 不为妾 不为济世 做嫡妻原配 雅吉 梳头的动作顿了顿 同样声音很低 不是奴婢多嘴 蓝芯长成那样 万一 哪日改变了想法呢 丁柔唇边含笑 抽出手势盒 挑了根簪子 递给身后的雅吉 收了一个简单的便好了 今日不出门 是 雅吉动作麻利的挽了个环 插上白玉簪子 又挑了一对玉石耳环 为丁柔戴上 是他问道 六小姐 穿珍珠红鞋巾卷子如何啊 丁柔虽然首饰衣物不多 这也讲究搭配 很会穿戴 衬托出丁柔的气质 雅吉跟着丁柔学了不少 丁柔不仅自己打扮合宜 身边的丫头 尤其是雅吉 蓝芯 也穿戴搭配合理 有空时 教导蓝芯雅局十字 或者说些粗浅的道理 倒也不是为了显示与众不同 丁柔此举用意啊 一是身边的丫头气度能展现小姐的一态 二是十字可明理 开头眼界 少些愚昧的念头 丁柔吩咐做事省心 不用事事讲得明白 万一丫头长得好 气质佳 更容易被人看上 男人都是有猎奇的心思 万一将来他们爬床背叛了 丁柔不是没考虑过 丫头是他教导的 丁柔 前生活了三十多年 丁柔对大太太和太夫人这类内宅打滚一辈子的人心存警惕 但对他亲自调教出的丫头 分不清珍珠的丈夫 丁柔也不会嫁 服侍丁柔穿上褶子长裙后 雅局俯身 俯平裙摆 丁柔轻声道 如果他聪明的话 就不会改变想法 我身边不留蠢人 雅局心一颤 后背冰凉 六小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雅局想到了大太太 她曾经眼看着大太太 将自持姿色勾引老爷的婢女发卖出去 而且找得人牙子 雅局对丁柔更为恭敬 慈善的小姐可欺 厉害心狠的 只能敬畏着 丁柔见雅局眉毛轻颤 眼底闪过一丝利索 太祖皇后说过 女人不为难女人 丁柔也认同 男人变心 怡情 不会因某个女人 只是那人恰好出现罢了 更应该恼恨复心薄性的丈夫 但丁柔心眼儿小 比不过太祖皇后豁达 勾引丈夫的女人 她同样不会放过 这是她同太祖皇后最本质的区别 从手扎上看出 隐王之乱后 太祖皇后囚见了太祖皇帝 软禁在宫中的太祖皇帝 受尽她的折磨 太祖皇后 却饶过了皇贵妃 没向吕智对待欺负人 不过 宠爱皇贵妃的太祖皇帝废了 亲生儿子死了 皇贵妃活着了 也不见得是好事 但丁柔如果是太祖皇后的话 她会逼疯皇贵妃 让她直接把太祖皇帝的根去 然后 成全她们的真爱 上了许多女人的男人 丁柔不稀罕 觉得好脏 三妻四妾的古代 功成名就的帝王 并不能成为她变心的理由 如果太祖皇帝不是穿越的 丁柔或许会原谅她 在现代 受的是一夫一妻教育 回到古代 现代的教育就都忘记了 或者 太祖皇帝只记得对她有用的东西 打着适应古代的口号 安抚未及古代女人 让她们知道什么叫爱情 真是好笑 古代人未尝不懂感情 可歌可泣 至死不渝的感情 大多在古代 相比较来说 现代人更为冷漠 受过封建师大夫教育的男人 都没像太祖皇帝一般可耻 他们好歹敬重嫡妻发妻 可太祖皇帝 丁柔想着手扎上的记载 恨不得 去她的墓前 痛骂一对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什么皇贵妃 让她重新恢复年轻 什么是最让她心底触动的女子 什么是最了解她雄心壮志的女子 把她当天 当成天神的女子 都是借口 如果毁了皇贵妃的容貌 不知道太祖皇帝 还敢不敢 偷满脸刀疤的皇贵妃私混 因太子妃小产 再难有孕 太祖皇后 当着满朝重臣的面 甩了偏听偏信 护着皇贵妃的太祖皇帝一巴掌 太祖皇帝 大怒 逼着她向皇贵妃认错 否则 就废了她皇后的位置 也就是从那刻起 太祖皇后 才彻底对她失望 才会安静地独居中宫 或者去落凤山赏景 仿佛 怕了嚣张跋扈 纵横六宫的皇贵妃 在后卫 最不稳的时候 太祖皇后 将信仰王 掉到京城 丹阳铁骑 就隐藏在乐凤山中 在太祖皇帝 为皇贵妃敬祝生辰 大赦天下之际 太祖皇后 突然带着骑兵 夺了燕京九门 逼宫夺位 后来 隐王叛乱 有两家王府支持 朝野上下 也大多支持太祖皇帝 最疼爱的隐王 太祖皇后 再次举起屠刀 那句不服者杀 实在是太帅 经历过战火的太祖皇后 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逼到绝境 反戈以激 所绽放出来的光芒 足够遮盖住任何人 何况还有她 如今的信阳王太妃 为太祖皇后出谋划策 劝说丈夫信阳王 终成太祖皇后 甚至为当今陛下 出生入死 如果不是她警觉的话 隐王的刺客 会接过太子的性命 当年她才二十岁 两位女人 一对师徒掀起那段血雨腥风 山河为他们变色 所有反抗的人 在他们刀下悲悯 不服的便死吧 因当初信阳王妃这句话 大秦朝死了一半的官员 用血腥手段 彻底清除了隐王的势力 才有可能 使得当今陛下 在太祖皇帝活着的时候 本座帝位 随后 蒙古铁骑犯禁 信阳王妃 制退强敌 她随着丈夫信阳王 远征草原 以铁马梁环祭 灭掉了北渊 也只有她 敢于江场生子 产后建设帅齐 丁柔 昨夜看的 大多是简体汉字记载 难怪太妃人说过 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简体字和繁体字 始终是有些区别的 残卷的后半部分 太祖皇后 是用拼音写的 因被火烧过 有些字母不够清晰 翻译本来就很难 丁柔还得猜测 确实的拼音字母 更是费功夫 丁柔出了厢房 搬来承松原后 她就住在 离着太夫人最近的厢房 在承松原树下 站着一名 胡须花白的老者 披着玄色大肠 下边露出一双 藏青厚底年靴 脖子脸 五官中正 微微拱着腰 显出一番老态 那双毛子炯炯有神 有种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的感觉 她是曾经的帝师之一 最佩服太祖皇后的 丁老太爷 也就是丁柔的祖父